哈囉大家好我是張立揚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逸兒 天使的臉孔 魔鬼的身材 無可救藥的浪漫 我是 善良 婆婆 孝順 喔可愛喔多一個 耶我有四個 是一個輕鬆然後 調皮搗蛋的角色 對我來說其實 一直都想要 多嘗試喜劇這樣的角色 那但是 又會想要知道說 如果我演比較活潑的角色 我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要去哪也不說 搞得神神秘秘的 害人家小心感不脫不脫的地方 你想摸摸看我的小心感 我自己是因為被溫馨 然後很多正能量的劇情吸引 如果在工作中也是 有這樣的角色跟這樣子的人生 可以體會的話 其實每天的正能量就會爆掉 然後我很喜歡散發正能量 所以我是被開開心心的劇本角色吸引進來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我可以剪頭髮 就照你說的帥氣吧 這對外型上的極大一個突破 善良孝順活潑真真的 這個跟進程蠻像的 等於我就是放大某些部分 然後讓進程更活潑這樣子 不像的地方是 我覺得她很勇敢 但我本人沒有那麼勇敢 她感覺遇到困難 會往前衝 不敢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會先躲在一個角落 我沒有辦法那麼直接的去觸碰那些問題 但進程就是敢衝勇敢 又什麼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這件事情我還好 我比較脆弱 那個堅強的東西就是 因為你被扛一些事 你就得堅強 但是真正內心那個 是分享那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個外表堅強 但是內心是個脆弱小女孩的人 據從我覺得關橫偉跟我相似之處 我覺得就是天使魔鬼 天使魔鬼 你的腳 你自己想要 要再一次再一次 不是這一定要剪進去 不可以剪掉 有天使的臉孔 你沒辦法 你只用剛剛那一段了 我覺得就角色來說應該是你吧 你很搞笑 延時擔當 我覺得這次一二 就是公認的 我的話 我就是 挑皮搗蛋 單槓 嗯 挑皮搗蛋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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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說是共鳴 不如說我覺得我欣賞 劇中橫偉的這個個性 有一種 那就是把所有的一切 用一種輕鬆的態度去面對 那縱使遇到一些困難 跟無能為力的事情的話 也都還是用一種輕鬆跟 玩笑的形態去面對 我覺得會好好的 我覺得是他的背景吧 他為了家人做的這些付出 跟我本人是一樣的 我會為了守護家人也是 拼人命去守護的 所以 跟鏡騰最像的地方就是 他跟家人很緊密這樣 我現在肚子很餓 最近半夜都有起來上廁所 一個內心很寂寞 一個內心很寂寞 小時候沒有朋友 然後只能夠跟 他的Teddy Bear 然後就當一個magic friend 跟魚泉的關係就是 昇華成 他又要當我的朋友 要當我的親人 又要當我的下屬 又要當我的執行長 這樣子都推他 鏡騰超容易 把情緒顯露在臉上 他有什麼秘密嗎 可能就是跟你簽成合約吧 秘密合約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 鬼之之欣賞 在LINE TV 每週一至週五播出